我觉得这三种薯片应该是乐视三十多种口味里面最黑暗最奇葩的了 乐视中国味三件套现实新品 猪黑鸭的联名款辣牙伯味吗 这我能理解 五方斋联名的肉粽味的薯片 肉粽 这个大白兔的味道是什么鬼啊 这是糖吗 这不是甜的吗 幸亏你没给我吃过黄色联名 不然我吃了咳嗽 我们先来吃这个辣牙伯味 嗯 行行 的确有个辣牙伯的味 可以 挺辣的 挺脆的 但是不过跟我之前吃过那种辣白菜呀 什么味道 其实是差不多的 有什么区别 但还不错 诶等等 他这个辣味是我在吃完了之后反出来的 有后劲这个薯片 咸淡黄肉粽味 这什么味道 就是一口咸淡黄的味 只有蛋黄的味道 细品的话还有一点点点点的发苦 诶 我们北方人吃粽的都是红枣蘸白糖的 这个我接受不了 这点响语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期待 这种 哦 我闻了上头 有爆米花是不是 你要输了 我觉得不错 甜奶油的味道 这奶油混合着薯片的味道 就跟那种外面商场电影院卖的爆米花的味道一模一样 香 但是不能多吃 多吃了才是软腻 那香的给我买了吧 结果大白兔这个味道了 我本来以为它是最奇葩最难吃的 没想到既好闻又好吃了 太完美了 真的 这包装太阳好吃了 乐视在我们中国的口味非常多 在中国起书边今天是太方便了 听动小声 哎 脚脚脚脚脚 哈哈